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选择排序。 选择排序呢,它是一类借助选择来进行排序的方法。 它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 主要思想,每趟排序在当前带排序的序列中选出关键码最小的记录。 每趟排序在当前带排序序列中选出关键码最小的记录。 然后的话呢,添加到有序序列中。 添加到有序序列中。 好的,关于我们的选择排序呢,我们来讲解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简单的选择排序,第二个呢是不对排序。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简单的选择排序。 简单选择排序呢,它是选择排序当中最简单的排序方法。 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从DITOM排序在代排序序列当中选取关键码最小的记录。 并且呢,和DIG记录交换,作为有序序列的DIG记录。 在简单的选择排序当中呢,我们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是什么呢? 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何在代排序序列中选出关键码最小的记录。 如何在代排序序列中选出关键码最小的记录。 看第二个,如何确定代排序序列中选出关键码最小的记录。 如何确定代排序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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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就是解决我们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法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问题一而言的话 就是如何在代排序序列中选出关键码最小的记录 我们要设置一个整形的变量用DEX 用于记录在一趟比较过程当中 关键码最小的记录位置 第一趟 简单选择排序的代排序区间是IR到IN 开始将index设定为当前无序区的第一个位置 然后的话呢 用Rindex与无序区中的其他记录进行比较 我们一趟比较结束之后呢 index当中保留的就是 本趟排序的关键码最小的记录位置 关于我们问题二的话呢 就是DI趟 简单排序的代排序区间是什么呢 RN到RN 则RN它是无序区的第一个记录 所以说呢 我们将这个index所指向的关键码最小的记录 与RN进行交换 OK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给出完整的简单选择排序的算法 简单选择排序算法 返回值呢 为void的类型 然后呢 是selectsort 函数名 就是选择排序 参数的话呢 为 inter2 数组 然后呢 为 interN OK 函数 呃 其里面的话呢 我们对N个记录进行N-1 趟 简单选择排序 对N个记录 进行 N-1趟 简单的 选择排序 for I等于1 I小于N I小加 我们的I呢 我们在前面呢 比如说我们定义 interN 好的 循环体里面呢 呃 循环体里面 我们首先呢 定义一个 inter的index inter index 等于I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无序区当中 选取最小的记录 在无序 区中 选取 最小的 记录 如何来选择呢 我们当然呢 也是通过一个for循环来进行选择 for 便利 inter g 等于 I加1 g等于I加1 然后呢 我们来判断g的值 g 如果它小于等于 N的话呢 则满足我们的条件 让g呢 进行 自加 满足我们的条件呢 我们就要执行我们的语句了 里面呢 我们需要判断 if rg 小于 rindex 小于rindex 这是我们做的这个记录 也就是我们的关键码 则呢 则呢 让这个 index呢 等于g ok 确定了我们的这个 最小的记录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来判断 if if什么呢 index 不等于I 则什么呢 我们就交换 rI和rindex swap swap函数呢 我们不实现 大家呢 下去呢 可以自己来实现 rI 跟rindex 就是目的呢 是起一个交换的作用 在这个算法当中呢 我们容易看出 在简单 选择排序当中 记录的移动次数 比较的小 在带排序序列当中 为正序的时候呢 记录的移动次数最少 为零次 而在带排序序列为逆序的时候呢 记录的移动次数最多 为3乘以n减一次 好的 这个呢 是我们 简单选择排序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选择排序的第二一种 第二种什么呢 堆排序 堆排序 堆排序呢 它是简单选择排序的一种改进 改进的着远点是什么呢 如何减少关键码的比较次数 如何减少 关键码的比较次数 简单选择选择排序呢 它在一趟排序当中 减选出最小关键码 没有把一趟比较结果保存下来 因而呢 记录的比较次数呢 就比较多 而堆排序在选出最小关键码的同时 也找出了最小关键码 减少了在后面的选择当中的比较次数 从而呢 提高了整个排序的效率 对于我们的 堆 就说堆排序的话呢 我们分为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呢 是堆的定义 堆的定义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堆排序了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个堆的定义 堆呢 它是具有几种性质的完全二刹数 具有几种性质的完全二刹数 每一个节点的值呢 它都小于或者等于 它的左右孩子节点的值 或者说是每个节点的值 都大于或者是等于 左右孩子节点的值 这就是我们称为大根值 大根值小根值 从堆的定义可以看出呢 一个完全二刹数 如果是堆 则根节点一定是 当前堆当中 所有节点的最大值 或者说是最小值 以节点的编号作为下标 将堆 用顺序存储 结构存储 关于我们的这个堆呢 它有一个这个筛选算法 有一个筛选算法 我们呢 来完成它的筛选法 调整堆的算法 调整堆的算法 筛选法 调整堆的算法 OK 返回之类型呢 为void 函数名 save 参数呢 int2 是数字 也就是我们的顺序 序列 intk intm ok 函数题里面的话呢 我们首先呢 定义这个i跟g inti 等于k g 等于2 乘以i 我们i呢 它是指向被筛选的节点 g指向 节点i的左孩子 i 指向 被筛选的 节点 而g 指向 节点i的 左孩子 然后呢 我们来 wire循环 筛选还没有进行到的 叶子 筛选 还没有 进行到的 叶子 wire g 小于等于 m 首先呢 我们需要比较i i的左孩子 g 指向 较大指 比较 i的左孩子 g 指向 较大者 居然 按的if什么呢 g小于m and rg 小于什么呢 rg 加1 则呢 我们让我们的g呢 进行自家 我们继续来判断 根节点已经大于 左右孩子当中的 较大者的时候呢 我们就 break 根节点 已经 已经大于 大于 孩子中的 较大者 我们就 break if什么呢 if什么呢 大于 rg the break 好的 然后呢 如果他不大于没有满足我们的break条件的话呢 我们就来将根节点与节点g交换 将根节点与节点g交换如何交换呢 swap swap rg 以及呢 我们的r i 进行交换 并且呢 被筛选节点 它位于原来节点g的位置 被筛选节点 位于 原来 节点 节点g的 位置 i 等于g g呢 等于 2 乘以i ok 这个呢 是我们的 删选法 调整堆的算法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堆 排序的 第二个指示点 也就是我们的堆排序 堆排序呢 它是利用堆的特性进行排序的方法 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基本思想 首先呢 我们将带排序的记录序列 造成一个堆 此时呢 选出了堆当中 所有记录的最大值 也就是堆顶记录 然后呢 将堆顶记录移走 并且呢 将剩余的记录 再调整成堆 这样呢 又找出了一次 大的 找出了次大的 记录 在我们的堆排序当中呢 需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关键问题 第一个是 如何将一个无序 序列 构造成一个堆 也就是初始化堆 第二个 如何处理 堆顶记录 如何处理 堆顶记录 第三个 第三个 这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如何调整 剩余记录 如果调整剩余记录 成为一个新的堆 成为一个新的堆 好的 解决我们第一个问题呢 是如何将一个无序序列构成 构造成一个堆 从一个无序序列 建队的过程呢 它就是一个 反复筛选的过程 因为 此序列呢 它就是一个 完全二刹数的 顺序存储 这所有的 叶子节点呢 都已经是堆 解决问题二的 这个关键问题的 这个所在什么呢 初始建堆之后呢 将代排序序列 分成无序区 和有序区 两部分 其中的无序区为堆 而且呢 包括全部代排序 记录 有序区为空 将堆顶和堆中 最后一个记录交换 则堆中呢 减少了一个记录 有序区 增加了一个记录 关于我们的问题三 如何调整 如何调整 剩余记录 成为一个新的堆 比如说呢 我们解决 第二趟排序之后呢 无序区有 N 减 A个记录 在无序区 对应的完全 二叉数当中 只需要筛选 该节点 即可重新建堆 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算法呢 进行堆排序的描述 堆排序的算法 void hypsot int2 intn 减数题里面呢 首先我们 初始建堆 初始建堆 从最后一个分支节点 至什么呢 根节点 我们就for什么呢 inti 我们首先呢 i呢 定义到外面 inti i 等于 n 除以2 i 判断 如果大于等于 1的话呢 满足我们的循环条件 让i进行自检 循环体里面呢 我们就是说 从最后一个分支呢 呃 来开始 呃 初始建堆 到根节点 sift 二 i n 我们sift呢 就是建堆的一个过程 ok 接下来 我们就重复执行 移走堆顶 重复执行 重复执行 移走 堆顶 以及什么呢 重建 对的操作 对的操作 for i 等于1 i 小于n i++ swap 21 就是我们的堆顶根 我们的r什么呢 n n-i 加1 swap 之后呢 我们也是 再重新 建堆 sift r 1 n-i 好的 这个呢 是我们排序的算法 呃 关于我们本集课呢 内容呢 就讲解这些 包括呢 就是我们 的 对定义 对算法 这是我们的 呃 选择排序的 对排序 而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 简 简单的 选择排序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课的作业 根据 堆排序的 知识点 以及 堆排序的 C++代码 写出 堆排序的 围代码 好的 这是我们本节课的 主要的内容 谢谢大家